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旁边有个人自作聪明地说 我有一个好办法可以解决这个矛盾 人们听后都非常吃惊 哦 你有什么好方法 吃梨时只用牙齿咀嚼 不吞下去 这样不但是生梨对牙齿起到了保护作用 又避免了对脾脏的损伤 吃枣时不用牙齿咬 胡伦得吞下去就行了 这样既可以使枣对脾脏有好处 又不会伤害牙齿 医生听了反问道 把枣胡伦吞下去能笑话吗 对人的脾脏有好处吗 那个自以为是的人听了以后无话可说 胡伦吞枣 这则成语的意思是 比喻在学习上不求甚解